吉安乡公所办理的客家文化节艺术系列活动 相继28号的烟机比赛结果出炉 29号的一早就在五谷宫盛大举办了 园福祭祀大典 共桌上一字排开 摆满了今年优胜的大烟机 祈求神明庇佑来年能够五谷丰收 而乡长尤淑珍也表示 这是客家习俗中重要的传统祭典 除了敬天 仇臣 也要传扬客家传统的文化精神 为了感谢商舱天神福泽 必有百姓五谷丰收 村民们纷纷献上大烟机 在供桌上一字排开 照面相当惊人 这是客家庄的民间信仰习俗 每到农历10月15日 就会举办园福祭祀大典 祈求神明庇佑来年也能顺势安康 而吉安乡公所29号上午 则是在五谷宫盛大举行 并且由乡长游淑珍来亲自主持 今天看到了非常多非常多 来自于吉安 甚至于吉安以外的乡亲 我们共同为我们夏圆节 也就是我们谢平安的活动 开启的这样的一个艺能 从16公斤鱼的这个烟机第一名 一直到我们百人的乐团 还有带来最均实的我们在地的艺文的延伸 我们希望吉安未来的推展更多元 更丰富 更富有我们幸福的元素在里面 我们彬奔吉安 谢谢我们共同参与的每一位乡亲 跟我们的长官贵宾们 29号的元福祭司大典中 除了颁奖表扬给燕姬的优胜得主之外 也首次结合吉安客家文化 亦能百人成果发表 进行年度展演 乡长游淑珍表示 1年2天的活动 除了敬天仇神 也希望能借由活动进行 让更多年轻朋友 认识到传统的客家文化 重温传统客家习俗 记者许丽琴 吉安相报导